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台條 今天又拍大巴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李物浦剛剛在周末比賽 以4比0贏了周岸頓 邁向他們的第一個英超冠軍 一大步 高普領隊在賽後後 講了一些關於他們兩個射手 究竟有什麼特場有什麼特別之處 也爆了他們的隊長Henderson 一個什麼心態令他們保持贏球 最後也會跟大家講講 星期二晚 李物浦有一場足球的重賽 當然他們已經說明了 會出U23的隊員作賽 究竟哪些U23的隊員 有機會提升上一隊 代表著一隊 去踢這場足球的重賽 都會跟大家講講 首先第一單是Independent的報道 廢命路可能入球未必那麼多 但原來他的貢獻 往往對於李物浦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開始他說 Louis Dunk 入了一球 在艾菲路這麼貴 Jetro Williams Lucas Torreira 就在Anfield 即利物浦的主場 艾菲路 入了兩球 那麼 就多過 廢命路兩球 在艾菲路 但是 千萬不要搞錯 這位巴西的球員 當他在世界冠軍球會盃 決賽的時候 就入了球 在四強的時候 也有入球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入的球 很多時候 令到那場作客的比賽 是贏球的 其中包括 他在修咸頓 車路士 水晶宮 熱刺 和狼隊 的入球 令到 利物浦這幾場球 多了十分 他現在 經常都入球 入一些重要的入球 大家要留意 由於利物浦 這個球櫃 真的非常出色 他們也 差不多 無懈可擊 在艾菲路上高 但是 先看看 但是 廢命路 在艾菲路沒有入球 他在最近艾菲路的地方 入球 就是 Turbo Bernie的主場 如果沒有記錯 在附近的球場 入球 利物浦 預備去製造歷史 大家都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利物浦也是 六場的勝仗 令到 他們在主場 基本上 完全贏了 但是 廢命路 在 艾菲路 入球 這件事 其實 對於他們的影響 不是很大 OK 可能 星期六 在 廢命路 他沒有入球 剛剛那場比賽 但是 他 做了三個助攻 一個 三個 巫師的助攻 助攻了 張巴倫 隊長 圭德辰 以及沙拉 這場比賽 總共贏了四球 四比零 又有 後腳 又有 比直線 又有 一個在 左邊 另外兩個在右邊 他的傳送 實在 是非常 非常 在多方向 都有 這位 很多時候 他把自己 如果隊友 有一個更加好的位置 他都會把球 交給隊友 這件事 作為一個 九號的前鋒 是非常之特別的 那麼 廢命路 作為一個 不是入了那麼多球 的前鋒 已經是很 平常的事 在利物浦 其實 阿仙奴的領隊 雲家 亦都說過 這是令到 廢命路 很特別的 一個 情況 高普 就說 sorry 高普在訪問中 被問及 你沒有見過一個 九號仔 好像廢命路 他直接了當答 No 沒有 我就不認識一個 球員 好像他一樣 其實都是真的 因為 這個 不是說 一有球 就會很心急 很衝撞 去涌 但是他踢球 真的有一些 叫做 一些藝術的感覺 被人感覺到 很淡定的感覺 他 不知不覺 已經去到一些 很重要的位置 其實 真的 不是那麼容易 高普繼續說 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獨特 一個非常有足球 智慧的人 很明顯 在上半場 即是說 收藍頓 上半場 他在 收藍頓 防守 空間 比較窄 他 退後 幫忙 保持球 他 令一些 入球發生的情況 也是很特別的 絕對很特別的 他說 一個球員 好像 廢明爐 很多時候 很清楚 他可以把球送去哪裏 或者 他應該把球送去哪裏 因為 他不會 拿著球 不停 撐住 嘗試 扭來扭去 他 很懂利用 他隊友的長處 這個真的很特別 現在一個9號的前鋒射手 是很懂利用他的隊友的長處 OK 今季來說 可能 廢明爐真的可能 在岩菲路未入球 但是他絕對 是令到很多入球發生 即是說他很多助攻 有時候 他的影響 甚至乎 間接到 未必是一個助攻 他在星期六的時候 他在星期六的時候 出場的次數 可能少過沙拉 但是 後來 發覺 他的情況 其實 只是比 Train Alexander-Arnold 少 即是助攻的情況 應該說 不好意思 我再說一次 即是廢明爐的助攻 是僅次於 他們的最高位 Train Alexander-Arnold 那 最特別的地方 他 今場球之後 他就追近了很多 即是跟其他人的助攻 不過 作為一個領隊 他 高普 可能他的作風 都不是太緊張 一些數據 的事情 他更加緊張的 就是 球隊裡面的化學作用 以及球隊作為一個團體的表現 廢明爐 高普 就覺得他是一個 很好的決策者 他說最好的事情 就是他永遠都不會停 他 如果他是一個 在對的 他就會 自私地 去自己 嘗試射球 以及製造入球 但是 當他 看到隊友 在一個更好的位置 的時候 他毫無懸念 就會把球 交給隊友 OK 除了 廢明爐 在這個 9號的位置上 除了 在一些正常的 足球的 理論上 可能已經是 有點相反 他甚至乎 令到 大家對這個 位置的期待 真的 不同了 那麼 可能 這個 這個 9號 就令到 有些朋友已經有 固定的想法 但是 在這個 利物浦的 前線上高 很多時候 邊視球員 包括 如果是沒有受傷 的 文尼的時候 或者是沙拿 都會很多時候 在兩邊插入 在廢明爐的前面 去做入球 那麼 他就可能 作為一個正前鋒 他未必是一個 新的托里斯 未必是一個 Robbie Fowler 或者不是一個 Ian Rush 就是老鼠 但是 他這隻 無私的奉獻 不停地製造了助攻 給一些好位 給一些其他的隊友 在他這個利物浦的生涯裡面 其實真的 都是很厲害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 他都是每三場球 平均來說 就入到一球球 只是 僅僅 差過 杜格里薯 剛剛好過奇雲基金 所以他的入球率 其實不太差 但是 除了入球之外 他也是一個 創造者 做了很多助攻 以及很明顯是幫到球隊手 所以 可能有個說法 費明爐 可能就是高普的必然 高普應該這麼說 高普真的找到費明爐的說明書 而費明爐在高普的大令之下 也發揮得最好 無論這個位置 就是 有時候我們 會叫這個位置 叫做假狗 FORCE 9 如果說FORCE 9 他應該是一個最FORCE的9 即是說 如果我們用中文說 他可能是一個 最假的9號仔 OK 好了 除了說費明爐之外 高普也有說 另一位射手沙拉 因為沙拉近來 有些人說 她比較自私 高普幫她 說一說 她認識的沙拉 她說 很多人說 關於沒有沙拉 即是沙拉 其實 沙拉從來都是不自私 應該這樣說 從來不應該自私 她就不自私 高普這樣說 一個前鋒球員 是一個正確的位置 我們看到沙拉 沙拉已經進了幾多球 可以在四個球員裡 都曾經可以找到一個位置 找到一個網頂的 可以進到球 當你不進的時候 那些人就可能說 你應該要傳球 生命呢 有時就不是這麼簡單 OK 那又在星期六 她就非常之無私 當她拿到球的時候 她也是傳送的 但是呢 適當的時候 她就會入球 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OK 在進攻的層面來說 這個真是很難的一場比賽 那我就在半場的時候 即是收藍頓場球 我就不是太過憤怒 想一想一下 為什麼 會 只是在想中 為什麼我們對著 收藍頓這麼辛苦呢 踢得這樣 因為呢 其實高寶就說 因為他們 收藍頓 就 設置得相當之不錯 陣容 陣勢來講 我們也有些 問題 這個問題 不是我們要面對 其他球隊 對著他們 都可能是要面對的 這樣 這樣 好了 高普也解釋 就是說 其實他們 有什麼心態 令到他們 不停贏球 這裡就講到一件事 他用到他們的隊長 Hindersen 作為一個例子 他說Hindersen 是作為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例子 他像不像一個 在聯賽領先19分的隊長 那時候應該還未踢這場 那時候還未踢這場 那時候還未踢這場 完全不像 完全不像一個領先19分 其實這裡也說了 其實之後 踢完收藍頓場 他已經領先了22分 其實 那麼 Hindersen 踢球踢到 感覺好像我們現在 是在互級 那樣 其實很多 隊中的隊員 都有這個心態 我們唯一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要贏球 其他事情 這件事是永遠永遠都一樣的 OK 那麼 高普就說 他說 在這場 收藍頓的比賽裡面 其中一件事 他做了一個調動 就是 把費賓奴 放在一個 比較防守的位置 這樣 他就說這個決定 是必然要做的決定 因為我們要控制住 收藍頓的反攻 所以他也覺得 費賓奴在控制節奏方面 比較好 所以他要作出這個調動 OK 那大家都看到 其實 利物浦 除了高普說 那兩位前鋒的特場之外 他們這個 甚至乎覺得自己 在打互級的心態 去繼續 每一場球 可能就真的是 他們至勝的方程式 最後 講一點 他們 星期二晚 就會用U23的隊伍 去踢這個 足總比的重賽 有哪位球員 應該會出席 可以講一講 OK 那麼 龍門方面 應該是 Kalahar Kalahar 的一位球員 右閘應該是 Neko Williams 今季 踢得相當出色 然後 中堅 可能會有三個 要選擇兩個 包括 Hover Kijan Hover 第一個 第二個 Zat Vandenberg 第三個 Morgan Boyce 因為三個表現都是不錯 暫時來說 Hover 或者 Vandenberg 有少少優勢 OK 而剛才講的 右閘就是Neko Williams 左閘就是 應該Yasa Lorichy 就比較 受了傷 Yasa Lorichy 就比較受了傷 所以 Toni Galacha 就有機會 因為他上場聯賽杯 對著 維拉也有出 尤其是 另外一位 Adam Lewis 剛剛受傷 很快 另外 在一個 應該防中的位置 Petro Cherry Vella 應該是 二無以外都會正選 Curtis Jones 會在中場 另外一個位置 會有Jay Kane Leighton Clarkson 兩個都在 Premier League International Club 跟狼隊打的時候 有踢過 所以可能會 星期二都有機會 用到他兩個 另外還有一個 叫Ella Dixon Bonna 另一個選擇 在前風線上高 就看看 Curtis Jones 踢哪裡 因為如果他踢前面的話 他很大機會 就踢前三個的左手邊 因為他在U23 和UEVA Youth League 都會踢這個位置 但如果他在中場的話 Louis Longstaff 和 Lean Miller 和 Tom Hill 這三位球員 可能會有機會 打前面 Havi Elliott 肯定 在右手邊 另外 令到 Joe Hardy 這位 一月簽入球員 很大機會 領著 攻線 對 向對方 將會 第一次 代表一隊上陣 OK 以上就是 關於 星期二 夜晚的一場 補賽的資料 OK 今日的節目也是這樣 多謝各位收看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